欢迎回来 尽管65.5%的欧盟人口 已经是完整接种新冠疫苗 但是疫苗的有效性 随着时间减弱 疫情开始出现反弹 各国政府重新收紧防疫措施 激起了民间怒火 在刚过去的星期天 比利时和荷兰的街头 就涌现了大批示威者举行集会 不满政府管制人身自由 结果上演了警民冲突 比利时爆发第四波新冠疫情 政府11月中宣布收紧防疫限制 扩大强制口罩令范围 并且下令民众居家办公 引发不满 大约3万5千人 星期天聚集在首都布鲁塞尔街头示威 警方出动水炮车和发射催泪弹 驱散人群 示威者投掷石块和烟雾弹反击 双方爆发激烈冲突 警方随后宣称局势已经恢复稳定 比利时的新冠确诊病例 从10月初开始出现上升趋势 过去的一周就累计了 70,249宗新病例 平均每天增加1万宗 另外在荷兰 确诊病例同样也从10月初起不断上升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 短短7天内 一共累计94,392宗新病例 是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纪录 政府因此重新落实部分封锁措施 并且计划施加健康通行证措施 同时禁止大众在跨年夜放烟火庆祝 引起民间反弹 愤怒的民众连续三个晚上举行抗议集会 在格罗宁根、狙伐登、恩斯赫德和迪尔堡 都爆发示威骚乱 一些年轻的示威者四处重火 朝警方投掷石头 双方在街头发生暴力冲突 执法当局迄今至少逮捕了64人 另有多名警员受伤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